張組長 新加坡理事長 印尼的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理事長還有 吳教授 我們美麗可愛的國真會會長 還有 從新加坡跟印尼遠道而來的所有的 藝術家 還有國內的高雄市的所有的會員 我們也是高雄市的藝術家大家午安 高雄市美術協會是高雄市最早立案的美術協會 它從50年代一直到今天 扮演著高雄市美術運動、美術活動、美術文化的推展 不可或缺的一個美術理問題 那麼多年來對高雄美術的貢獻良多 那麼 那麼這次吳針貝理事長在三年前 應任這個會晤 推展這個美術協會的一個會晤 因為他的多才 因為他的努力 那麼使得更加積極的把會晤推動到 所謂的國際的文化的交流跟美術活動 所以才有這一次三個國家 台灣、新加坡、印尼 剛剛我們司儀先生有提過 可能這一次是首行 還有二行、還有三行 還有N字行 希望能夠多多的拓展 將來我希望吳針貝理事 不只是印尼、新加坡、東南亞所有的國家 可能還拓展到亞、全亞洲或是歐洲方面的都有可能 我相信你貴會的這個能力 跟財力以及所有東南亞國家的無力的話 大家可以奉承促成國際美術的交流 對於了解台灣的藝術風格以及人文面貌 以及亞洲地區方面的風土人情 文化藝術的特質 都是相當非常有的幫助 因為台灣非常的美麗 我們的國土非常非常的美麗 我們也希望新加坡的朋友、印尼的朋友 都逛一逛、都看一看 我們的玉山、我們的阿里山、我們的樂壇 甚至可以到澎湖 澎湖是一個禁門 絕對可以去參觀 台灣的藝術有它自己的面貌 因為它那一次它自己被 這個塊土裡面的養分 我想新加坡也是一樣 印尼也是一樣 所有的藝術家都對他們的土裡面 付出很多很多真心的貢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的作品裡面 相當有他們的民族特色 跟個人的藝術風格存在 所以我對他們的作品非常的激烈 我等一下 因為剛剛來的時候看了一半 還沒整個看完 我要從來好好仔細地 跟你們學習、討教 因為從你們作品裡面 從印尼的作品裡面 從新加坡的作品裡面 真的可以看到各國的文化 和珍貴的那種崇利的方式 跟個人的一個風格 的一個情形 永遠 他個人很尊嚴一個文化的一個身體 那麼我也謝謝各位 有了這個機會 向各位學習 謝謝 謝謝